有華人社團就批評內容不實 要求撤回報道並且作出道歉 唐遠橋報道 本地傳媒Global News 在上個月報道有關今年2月 發生在溫哥華Point Great地區 雙重凶殺案的細節時 提及案中兩名社者 與全州同鄉會的關係 並且影射該會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執行任務 全州同鄉會副秘書長卓常偉表示 該報道扭曲事實和誤導公眾 要求記者提供相關證據 相關的信息和內容 並向公眾對同鄉會進行道歉 而該份報道也刊登 凶案其中一名寫者與一名女子的合照 這名女子今天也到場表示 覺得自己成為受害者 Global News未經她同意就把照片放上網 暗示她是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其中一份子 報道刊出之後她感到私人被侵犯 但她指出是在一個晚上現場認識死者 更加不清楚死者的背景 她曾經多次發出電郵要求Global News移除相關照片 但未有得到理會 不排除向加拿大廣播及電訊管理委員會CRTC投訴 採取法律行動 本台曾經就此事件多次嘗試聯絡Global News 以及贊社報道的記者 但在截稿前未有獲得任何回覆 沙時代電視唐遠橋報道